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那么今天呢 又松松松 又给大家带来一款免费的VPN 我实测了一下 它的速度轻松 可以跑到1万K以上 对于我们普通 看看YouTube视频什么的 是毫无压力的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到手机桌面 这款VPN名字叫YouTube加速器 我已经安装好了 那它的安装包 我也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做一个免费的分享 好了 我们点开看一下 它说要去更新什么的 还需要翻墙什么的 不管它 我们点不管它 这边同意是要同意的 允许吧 暂时允许一下吧 这个我们还是不管它 这边是一个什么说明广告 还是什么东西的 我们也不管它 不兼容的版本 我知道了 我们不更新 好了 经过了七七二十一秒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桌面 这个桌面看起来设计的还可以 蛮有个性的 那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不能点这个连接什么的 我们首先要设置一下 点左上角三条杠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是一个游客模式 游客模式 我们要圈一下到 OK圈到以后 大家看到这个免费时长是到了13.57分 它就几个小时的一个免费使用期 表示想长期的使用这个VPN的话 那你就要登录注册 登录注册需要邮箱 密码 或者手机号 这个就不管它 我们用游客的模式来测试一下 那么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线路 大家看一下 有非常多的线路 有普通的线路 有高级的线路 这个高级的线路呢 目前只有两个可以用 但是这个应该是VIP的 我们就用普通的线路就可以了 OK 我们找一个这个延迟时间最少的 这一个香港专线 我们点击连接一下 确定 什么东西 忽略 现在大家看到已经连接上了 已经连接上了 那我们到桌面 打开我们新爱的YouTube 看一下这个视频加载怎么样 加载看起来是蛮快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4K的一个 一个速度怎么样 我们看看4K 现在加载的情况是非常的快 刷一下就出来了 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 这个广告是必须要看的 给平台做点贡献 OK 大家看到这个播放速度来讲 还是比较流畅的 还算是比较流畅的 哇 哇 这个杯子资料很好 那我们来尝试加载一下看看 快捡一下 稍微有个一秒钟的卡顿 大家看到我上面的速度去到每秒2.8兆 那我们来看一下网页的实际速度 现在已经是1080P的一个清晰度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去到多少 那目前的速度是8000多K 7000多K 估计跑一会的话 它的速度可能会更高 突破10000K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现在去到11000K 15000K OK 我们再快捡一下 OK 问题不大 算是比较流畅的了 在免费的VPN里面 比那个30千开的要好很多了 对吧 这个速度好的时候跑了1万多K 我们看视频什么的 都还算是比较轻松的了 OK 这款VPN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为我点赞关注 好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